Hello, 吳明明, 繼續玩Gear的時間 今天買了一個韓國Kofi, 我不是太喜歡本牌 但這個鍋真的上了很久, 最後也是買了就買 大家看看是甚麼 其實都是一個Cooking System 即是節省水、節省電, 煮飯、肉、炒蛋都可以 有一個Cooker, 可以用其他鍋 除了自己的鍋 用了燃焦的方法去串熱 拿著鍋, 基本上去到哪裏煮飯都可以吃 看到有Hit Exchange System 接著有一個Surface Combustion System 表面燃燒 直徑17.8cm 最高是21.3cm 主要是兩公升 我猜是162g 整件工具合起來是883g 因為那個燃焦是很重的 我打開看看發生甚麼事 說多一點 有一個蓋, 即是鑊 有塗層的, 可以放在外面 電源, 接著是Cooker Stand 一個袋包著這堆東西 接著這裡, 又有一個大袋包著這堆東西 看見了, 放在這裡,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這樣 第二個方法是加一個Cooker Stand 就可以煎東西 基本上是超棒的 這個基本上是 不過尺寸有點大 尺寸是 好, 先打開看看 叮叮 嘩 可以拉好這個鏡頭 好, 可以 這個是一個... 那個盒可以不用管 我自己都幾為之喜歡 先打開這個袋 看看 一個袋, 沒東西的 這個卡袋也是沒東西的 先拿走它 打開這個手柄 下面的手柄 這個手柄 上面也有一個手柄 就是這個... 是... 這個手柄可以打直 然後再下 就可以二段落 這個就不可以打直 要是去完 要是就不要去完 哎, 彈了出來 死火了 OK了, OK了, OK 完美 那就有些警告字句 小心點用 這樣就很安全 有黑度的 有0.5 1.2 1.5 極限是2公升 我覺得蒸東西都可以的 看看下面 這個就搭造 有HIT EXCHANGE的條條 在這裏 然後呢 那些風吹過來 就被這個BOT BOT住了 就是WIN SCREEN WIN SCREEN上 就是透氣的BREATHING 這些PATTERN 我猜沒什麼特別意思 是漂亮的 你看到 有些透光 可以是透光的 那 封就擋到 對不起 然後那些氣 就可以在這裏呼吸 好 那這個 這個鑊 有COATING 有塗層的 對, 其實 就一般的 說真的 塗層 口底 煎PEN 口底是好的 變了一些 熱 可以慢慢散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 還有幾個孔 是用來做什麼呢 這個煎PEN 就是當你蓋蓋的時候 就用來透氣 就是蒸氣流出來使用的 裡面就是鋁來的 純粹是鋁 所以都要小心 兩個都不要刮花 TITANIUM 就可以刮花的 其他材料 不手說都可以刮花 其他材料就不容易刮花 那直接用釘 那會不會漏水呢 我猜它1.5就叫它不要用 我猜可能會漏水 那我也覺得1.5就不要用了 因為它下了釘 有洞有洞就會漏水 那這個POP 好 看看那個BURNER 好 這個BURNER 其實我期待了很久 這樣 一個這樣 從設計上 它都很漂亮 你看到很多這些 不規則的花紋去襯 這樣襯托 是有些設計的 在外觀上 實際用途 我就不覺得很厲害 對 然後這個就是 那個SURFACE 那個COMEBINATION 在SURFACE 那裡燃燒 然後就有一個 軟紅內線 對 Infrared Infrared 這樣就出來了 這裡是 斜點的 打斜的 要拎了出來 然後才拿出來 這樣 看看 轉多少圈 先數一數 這個off 這樣 一圈 一圈 哦 1.7個圈 大概是 對 那 OK的 然後有這個Stand 放在這裡 這個Stand 可以用來煎 沒有這個Stand 是煎不到東西的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 看到 撞的嘛 但有這個Stand 就不一樣了 下了這個Stand 就是 煎到東西的 不過略然的GAP太大 對 就是這樣 沒有這個Stand 是可以這樣 這樣放進去 這樣放進去 就可以了 對 尺寸 現在量度了 給大家看看 不過小心點 這個其實 你看到 一滑就掉出來 是很小心的 這個 一滑就掉出來 因為其實它沒有固定器 在裡面 你看到 是 很容易滑下來 所以這個 是要很小心 特別有時候 你用的時候 可能不小心 撞了 不過我相信 放了一些寵物 它就 比較安全 甚至乎 我都見過有人 煮的時候是這樣煮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撞到它 安全性就高了 好 先量一下 做個 快、靚、靚、靚 嘗嘗 嘗 嘗 放一尺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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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度這個外圈 我當作蓋了這個蓋子 量度這個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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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到 是 其實沒有17.4cm 是16.4cm 它說是17.8cm 我應該會連同袋子 我試試蓋上蓋子 再量度一次 也不可能 其實蓋子也比它小 好 接著量度外圈的高度 連同手柄 量度 連同手柄 量度 都沒有21.5cm 都只有18.3cm 好了 這裡 量度這個內圈 可以儲存的空間 內圈 可以儲存的空間 就是14.4cm 底部 就量度了一點 底部是12.8cm 好 接著量度一下 量度一下內圈的高度 量度一下 量度一下 就是13cm的內圈高度 13cm 由於它吸進去 就要有蓋子的高度 這裡又偷了一點 裡面 就這樣計算是2.6cm 代表裡面藏到15.6cm的東西 可以放進去 就這樣 量度一下 Pan的外殼是15.5cm 內籠 Pan的內籠是13.9cm 有一個塗層 不過很粗糙的 我今天試了兩隻都是粗糙的 所以沒什麼所謂 今天試著這麼多 之後就煮東西給大家試一下 再量度這個直徑 這個直徑就是11.3cm 量度這個高度 這樣就跌高了一點 就是5.6cm 量度這個架剛才說有點高 這個架是12cm 這個高度是多少 這個高度是3.1cm 好,今天先分享這麼多 之後會分享一下怎樣可以使用得好的 炒了 怎樣可以使用得好這個鍋 安全性、實用性等 這些都是我們的考慮因素 現在先研究一下 再給大家分析一下 反而用這個Cook-up-down更好 是個隙間太大浪費了火力 我覺得它不應該弄那麼大 反轉又不行 好,今天聊到更多 拜拜